也不是 但是是我那個 我畫式的 你說了算的 對 因為他們都有來請教我 所以兩個人是來真的是不是 來假的 就其中一個就要失去生命 你又要殺他 沒有 我有警告過 我說這個是大家自己很親的 妹妹 你不要給我搞不清楚狀況 那如果是 這個發展得很不好看的話 可能南方就要退出我們這一圈 很嚴重 對啊 你想想看 對… 這個壓力好大喔 對啊 這很痛苦耶 我真的很希望你在死前 把你該殺的人殺一殺 我還滿想要見證這一切的 因為我覺得就像我以前就很 常常有的時候我會想一個事情 就是我寧願跟他做一輩子的朋友 不要跟他做一死的情人 對 這是很重要 是 Vicky 他撮合你跟屈中恆的時候 是在他自己完全醉的情況之下嗎 對 所以他是亂撮合的是不是 沒有 就是 他另外一個夥伴嘛 就跟他講說 Vicky說屈中恆感覺不錯 後來當時屈中恆也在 然後他就說 Vicky沒有男朋友喔 屈中恆也沒有女朋友 那你們乾脆在一起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隔天屈中恆真的很認真這件事情 然後跟他要了我的電話 對 然後結果他還說 Vicky 我昨天有說嗎 我昨天有說什麼嗎 他說你叫我們在一起 叫我試試看啊 他說我有說嗎 可是他 所以你是亂撤的 但是他還是有給他電話 不是 當時是一個興奮嘛 對 對 因為我昨天知道 孤男寡女是不是 剛才會來一下 我修飾了一些語詞啊 你也沒料到他們會真的打得火熱是不是 我沒料到第二天 屈中恆也會打給我 那請問當年屈中恆的氣色 也是那麼差嗎 沒有 我們他大臉好多了 年輕小夥子有肌肉的小夥子 是現在才變這樣是不是 對 Vicky... 那個他哪些時候會脫褲子 這好像就是一個慣例吧 就每當他很開心 在過生日的時候 生日就要脫 就是好像是一種典禮吧 是連內褲也脫掉的那種嗎 而且聽說很敬業 是朝四面的觀眾各脫一次 沒錯 所以桃子姐手上有那個 很真實的照片 這個朝四面我要解釋一下 你的雕像可以照四面佛來做 是 裸體四面佛耶 四個面 好立體 我本來沒有朝四面 他很貼心耶 然後有一個翻臉 我沒看到 不是 我這樣在那邊 五百坐在那邊嘛 五百坐在那邊嘛 五百第一...我第一要脫五百 好...第二要脫這樣 第一次對我脫 你不會對我脫 然後我就這樣 不好意思... 其實這要典故 因為五百翻臉 所以每一年生日都要脫褲子 後來... 後來更恐怖是 變成尾牙 尾牙會脫 尾牙... 你安排好了妹的數量之後 他會破壞這個平衡 對 要非常強烈的耳提面命 不然呢 今天我已經安排好了 十個女的 五個男的 非常OK 他就會帶六個男的進來 所以帶了六個男的來以後 就變成十個男的對十個女的 是不是 對 那還是夠啊 不夠嗎 不是 這樣不好玩 不是 破壞的平衡 因為本來是梅花座 後來就變成那個... 二女一男是梅花座 妳知道嗎 旁邊啊 我有人說在你頭頂跟你跨下好不好 沒有...就是我們需要這樣子 左右逢圓 我們要左右逢圓 我們才感覺到 頭可以兩邊動 很開心 OK 不過觀眾怎麼想演藝圈就是 梅花座耶 我覺得今天這一整集 最傷的人應該是高山峰 他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傷啊 他每次來康熙都把自己搞得亂氣 我也不是第一次失落啦 你可以不要上岸盲好不好 你沒有去過一廳玩嗎 有... 結果有得到好的招待嗎 有...康哥很照顧啊 酒杯乾淨嗎 很乾淨 非常好 他不太喝酒 他就一直在那邊... 他一直在那邊吐 他身體... 我覺得他身體能量沒有完全 在康熙爆發出 他把那邊當練舞的地方是不是 他把那邊當成一個運動場 所以高山峰他的黑暗面出來了沒 他的黑暗面沒有啊 沒看見 在夜店也沒有展露嗎 他不會 他很奇怪 就是以前我跟他拍戲嘛 然後我整個年輕人 有一天我看 我說你會跳舞 他對我... 我說你跳給我看 他說我現在滿會跳舞的 對... 我晚上去我店裡玩嘛 我說好啊...他就去 我想他大概也不好意思拒絕嘛 他就去 我說喝一點... 他剛剛我不太喝酒 我說不太喝 你在幹嘛 是你找下去的 你幹嘛這樣問 然後就喝一點 喝一點 我說那你要幹嘛 他說沒有 我跳舞 我說好啊 他就進去舞池裡面 就開始去弄 一直弄你知道 我就這樣 你比較適合外景節目 喜歡跳舞啊 比較好處 對 我想你跳夠本了是不是 你怎麼辦啊 跳夠本 我好像一直弄... 一直弄這樣 好厲害 我這樣